今天英倫漫話又開始了 Dr. 有些什麼要說呢? 英倫漫話就先說英倫 也要說說洗澡 如果英國要很細心 你會過得很舒服 英國的東西很貴 但如果你懂得攪拌就不貴 一點點東西很貴 譬如你買一些英國當地有的東西 就算你的水 很多日常食品 牛角包便宜過香港 那些都是很便宜 還有最重要是你學會少少烹飪 那你就很好看 如果你出去吃東西 我去過幾個蘇豪區的美好的餐廳吃東西 但是就是 感覺都是不愛如是 食物的水平都比較適合你的胃口 當然有些是會很高級的 但是高級的都是不愛人士 他們尊重了餐具 那些招呼 那些牌場 你做一個龍蝦湯圍到170元港幣 啊啊啊啊 就是舉例 但是你不會舒服在家裏自己做一點點東西 當然啦 因為你家裏比較寫意很他條 而且在那些餐廳就感覺很吵 很逼劫 但是餐廳非常旺啊 很厲害 人頭湧湧 反而很逼劫 是啊 那這裏呢 最大件事都是交通費很貴 對 就算你說坐地鐵 坐火車都是不便宜的 一出去就足夠兩磅 就是20元港幣 最少 但是那些平均的人的收入都ok的 都是福利國家 但是天氣呢 就見仁見智了 有些人喜歡冬天的就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不喜歡冬天的 那你就這個地方就不適合人住 但是如果你說你年輕 真的來到英國呢 你發展的 一定要在大陸敦區 你不在大陸敦區呢 你去其他城市仔的那些東西 就是開一間小餐館啦 滾啊吃啊這樣可以 但是就很難說有大發展 機會沒那麼多 我們都好像是今天 明天 後日我們離開了 後日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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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曼谷 嗯 曼谷就或者去清咪啊 巴提拉那些 再回報吉 我搞了單屋的手續 嗯 然後呢 就看哪裏開關 日本開關就下去 日本住過一個多月 因為香港這個疫情 有時間搞 看它 理由為什麼呢 它是 昨天新聞呢 廣州都說準備入空城 我都不信 上海呢 上海呢 他們在網上的新聞 和報紙的新聞 和中央政府的報道呢 是差不多在戰時狀態去處理 用不用啊 不不 他們出到軍隊了 我都搞什麼事 出到軍隊了 出到軍隊了 但是這個呢 有一點背後了 這麼奇怪 背後呢 會影響了香港的 那麼 大家看統計數字 嗯 它昨天就二萬多人確診 新高 上海 搞來搞去都跌不到 但是集合了有十幾萬人的感染 是死了三兩個人而已 是啊 根本這些死亡很低 但是反而在封城 死的人又多 臥性 那些新聞呢 又有臥死 又有跳樓 又有吊頸自殺 那些 那你想啊 你調這麼多兵力 這麼多軍力 下去上海 而是想說 堅持到自己沒有做錯事 因為大家記得很早以前 我們集大書記 向全世界公佈 說中國那個抗疫 是超過了西方世界 非常成功 說到大了 說到大了 糟了 現在收不到聲 不可以承認錯的 但是也沒有人叫他承認錯誤 對 他自己想錯 這些有錯的 但是這裏有個很明瞭的 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文化 他們將任何的行為、語言、動作、心態、意識形態 都擺了上政治 他將所有去維持社會秩序的 社會的安寧、社會的結構的政策 他都政策當政治 他仆街就是把政策當為政治 他們的政治就是他自己那套想出來的 當為正確 他不是跟世界的政治 不是跟世界的政治 不是跟世界 是他自己想出來 他想出來是有道理的 他政治上就說 任何影響我中國共產黨的權威都不行 沒有人厲害過我的 要保持中國共產黨的權威性 他才能夠可以一黨專政管治國家 所以凡是有任何的事情、行為、語言、動作 你碰到他會削弱他黨的威威的話 你正確都是變不正確 如果你的行為是永遠說的 你不正確都會變得正確 這就是政治上的取捨 所有人都問 封城 封城 還有少少隱蔽動機 所以變成隱蔽動機 或者說得不清晰 說得不清晰 我們看新聞 說上海很多幹部都反彈 每個人都嚇 嚇重 不管你死人 當交差就算了 這樣就搞到天路人緣 實際他們因為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是不是可能看到 他現在跟俄羅斯 緊綁在一起 俄羅斯就被歐美世界圍攻 他知道如果俄羅斯失敗了 他都將會被人圍攻 他就唯有局主準備了戰爭 所以他們宣布了 上海的防疫是戰爭狀態來的 既然戰爭狀態 他就可以借這個事件去進行一個演習 當整個城市的傳聞演習 將這個模式一路去試 因為如果你轉入戰爭狀態 你會令到社會有一個危機感 和習慣了去遇到那個敗餓 所以他們就在很多電視台傳媒上 他們就很奇怪 昨晚教人闢谷 不斷食 因為他供應不到食物 供應不到食物 供應不到食物 是有很多不正當的理由的 原來有些人 給了別人捐贈的食物 或者政府提供的食物 下面有人拿去賣 賭賣 賭賣 撕掉那些報條條子 如果是否真正的 他就撕掉去拿去賣 這個社會又有很多人發財 發財 全世界都有 因為人性是很醜陋的 人本身都是動物 但是你不是那麼高級 你遇到你那個外面的引入力很大 就很失控 但是如果你習近平 為了個人的面子的尊嚴 是要下面的人搞一個這樣的理由出來 當作演習來搞這個這樣的封城 變成封邊的城 這個真的是很可憐 如果他們這種所謂的行動 推廣到廣州 現在香港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種風氣 這種所謂的意識形態 將來一定會在香港出現 大家香港人都有一個心理準備 要有心理組兵 要有心理組兵 所以那時候大家都很早之前 就叫那些同學啊 那些朋友啊 給你們儲糧啊 是不是 那些人就不相信 我們是看到的 即是算到數 有數算到的 我為了他基於這個心態一轉變 當作戰爭時期去面對這個世情的話 所以他爬一聲都要委任這個家鄉招 我叫李家超變成家鄉招 家鄉招 家鎖我家 鄉鄉公主我家 家鄉招做特首 因為如果你進入鑽石狀態 你那個一把手的人 要有那個 警察部隊的意識有一個好處 起碼受過那些軍警的訓練 去處理社會危機動蕩啊 所以他找這個家鄉招做特首 美術部會考慮這件事 會考慮這件事 如果他找那個政務司 再做武官生生人 那就正式是香港會有危險的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如果他發生過台海風雲 台海戰士或者南海戰士 香港就是首當其衝 首當其衝呢 就要用那個軍事管理的社會 如果你軍事管理的社會 唯一 你的特首要有這個能力 所以不是好事來的 但當然他做這個兩手準備是應該的 因為會涉及到他共產黨那個領導地位 或者政權的穩定呢 你跟他所說任何什麼政策啊 什麼經濟影響啊 什麼形象的東西 他不會考慮這方面 他唯一考慮我做的動作 怎樣保持我那個黨的政權的地位 其他一切都不需要考慮 死了都不關他的事 又不只說這麼嚴重 但他是不會把你以為他考慮 是很次要的 那沒有得吃 你們沒有得吃 他們有得吃 有特工 所以那時候大紀風升級 那時候大紀風升級 我們要回頭看 由你習近平上場 搞到今時今日 你把中國的鄧小平 幾十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就 廢了 全部打塌了 搞到天露人怨神爭鬼煙 現在歐洲美國 最好兩天 以後全面公佈 要全力制裁這個中國 香港我相信脫不了身 所以你見我早幾天 我啵一聲就清掉那些股票市場的貨 另外就是反手沽空 這個就是我們比較敏感 比較敏感 也叫做賺多多錢 但是賺這些錢都不是開心的 就是都有人傷害才有錢賺 但是你不做 你自己都受損 所以你都沒有辦法了 那麼希望香港的朋友 或者那些同學 我們的學生 香港已經不是一個樂圖來 除非習近平他下台不再做 第二 中隊再上場 全國班底都換過了 但是你換過了沒有用 如果你不放棄了這些 馬列勞的共產思想去視天下的話 他再拿著這套價值觀的模式 中國和香港都會破壞 因為他們已經露了底 被歐洲美國看到 俄羅斯的實力是不行的 一碰到手他們就知道 所以他們會誠勢 會剷低俄羅斯 剷低俄羅斯 看到中國和香港的經濟崩潰 現在都有度暴露 看到他們一路暴露的手段 除非你中國政府 有些有智慧的政治家出現 怎樣去力管狂潮呢 這個真的要 救佛祖保佑吧 就是這樣 是